哈啰 大家好 讲完中美现在一些很微妙的迹象 大的气候改不了了 讲完中美之后我们来讲一下中英 当然这个涉及到香港了 是吧 因为以前英国管治香港 到今时今日 在北京的眼中都常常觉得有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就是由指 尤其是指美国和英国的 北京口中说外国势力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暗示法国、德国或者其他国家 所以最近有一个动向是显示中英关系的微妙变化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去看这些现象的时候 其实是预测着 准不准确是另一回事 再看未来的发展 但是预测着未来的一个主流动向 从中美近期的互动 包括连军方方面 都有一些开始互相在国际之上接触 接着现在呢 英国又和中国又有正式的接触 就是英国的外交大臣 齐暂明 去北京访问 是吧 所以其实这个又预示中英关系未来是怎样呢 那这里呢 我就不会单单局限这么窄的一个角度 我很想大家扩大一下 扩大到什么呢 就是我上次所讲的就是西方世界其实现在呢 是盘算 估计 甚至支持 希望俄乌的形势局势的战争 尽快在可见的将来 乌克兰赶走俄罗斯的入侵 那接着呢 就在未来一段时候里面呢 就令到俄乌的局势是相对稳定下来 那这个西方的估计呢 就希望在明年的年初 最少是明年的上半年里面解决 那如果去用一个这样的时间表来计算 而种种迹象是显示西方世界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时间表的话 换句话说 对中国的压力呢 就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完了之后呢 就观察当时的气候 或者这个就是政治气候 各方面的能力 那会不会在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局势的变化 而局势的变化 尤其是大国与大国的角力呢 一定是提早一段时候 互相的部署过去两三年 各自强化自己的合纵连环已经看到了 已经是基本上呢 是成为了一个两大阵营的格局了 那现在呢 就是两大阵营走迈的时候 就是中国加上俄罗斯和北韩 这三个加上西方主要的联盟的格局 那未来会怎样呢 就透过今次英国外相齐站名去北京去访问 所以今次应该是提升到这样的国际的环境来判断的 好了 那我们不妨可以先看看 西方世界里面 美国和中国碰 大家都知道的了 英国是第二 站出来是第二强烈或者一个枝头强硬的国家来的 不是好像德国法国那样 和美国的对话政策是有不同的 而英国大家都知道以它这个国家 虽然以前管过香港 以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和中国去咬手瓜呢 老实说 现在英国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仍然是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 五国之一 但是整体的国力 中国一早超过它 那不过 英国也是西方阵营的 曾经是一个老大哥 那现在呢 在国际上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在这个环境之下 英国怎样保持自己 不要跌得那么快呢 只能够说 不要下坏那么快 英国要再上升呢 已经是另一个话题来的了 好了 那今次我们可以看看 奇三名去大陆访问 第一个迹象 谁接见他先 那两个啦 一个就是王毅 因为外交对外交啦 另外一个呢 韩正 韩正 那究竟说明什么呢 大家看看 韩正有外国人来访问的时候 未必每一次会出韩正的啊 那现在呢 用韩正出来就是国家副主席 那这个角色呢 就等于以前王毅山的角色了 王毅山在十九大的时候呢 就退居易舍了 做了这个国家副主席 那王毅山当时说过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特别要求的 习主席吩咐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的啦 那王毅山呢 已经是一只功了 是吧 那所以呢 他当时那个姿态的表现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按习近平指示办事的啦 那而王毅山过去呢 是对美谈判的 所以王毅山在十九大有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大家以为他的角色就没有了啦 因为他最大的角色就是建立一个六十九岁都不用退下来的例子 因为十九大换届的时候呢 六十九岁 而习近平在二十大继续第三个任期呢 又是六十九岁 那王毅山这个六十九岁的示范呢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开路先锋呢 那大家都估计他那时候这个角色没有了之后呢 他就炮人了啦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美国的朋友就来了啦 那有些不是那么高级的 到政府级别的 咦 王毅山你出去见啦 所以王毅山十九大之后不见了一轮之后呢 他第一次出来是见美国的商界的代表团的 那讲回很多历史 就辐射到今时今日韩正 韩正和当时王毅山位置的国家副主席 又是一段时间呢 他没有什么活动的啊 是吧 你从二十大到现在 你说哦 都是不够一年啦 那他的角色是不是就等于王毅山 习近平啊 你做多少你做多少呢 现在出来见英国外相 某个程度上都是 外相都是比较重要的啦 那变了呢 这个观察家就会看成一个姿态了 一个是反映未来的 那在大陆那方面 他当然有一个盘算呢 就是说 希望能够尽量孤立美国 那连英国呢 都把它分开 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起 那就变了呢 美国就会孤立无换的啦 那就是大陆那方面的判断啦 但是大陆是经常解脱不了一样东西的 就是美国它不是单单经济或者军事强嘛 它还有一个意识形态 跟其他西方国家 我们是信奉资本主义 又信奉民主自由 引号的 他们的民主自由 但是一个比较尊重个人 尊重私有财产 一个这样的政体来的嘛 这个你大陆怎么斩都斩不断的嘛 是吧 所以呢 去到这里的时候呢 大家就说好 其占明你访问大陆 看着先啦 这就不会 立即会有一个中英关系好转的判断的 是吧 此其一 第二个迹象也是一个新闻 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呢 就是说 咦 香港在伦敦的办事处 这个很久的 这个 因为以前港英政府的时候已经有了 这个办事处呢 最近是被人涂污 是吧 那又是8月31日 是吧 那香港这方面当然很敏感啦 831 是吧 那所以香港方面呢 就是说 不准大家在太子站那里附近停留等等 献花 鞠躬都不行 那样 那在英国呢 就刚好就发生了那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没有 现在都不知道动机 那是巧合呢 还是说这个傻佬呢 还是蓄意呢 那官方当然觉得不是蓄意啦 一定是有预谋的啦 那于是呢 就是提出 很易正事件提出 英国你快去追查 你不可以让这些这样的违法行为继续下去 那新闻就是这样 那从这个新闻里面 大家开始看了 看两样 第一 第一 英国政府 或者伦敦市政府 它怎样看这些事件呢 那当然是要追查啦 但追查的力度 是紧急 说很杀佑介绍 那么去很快破案 还是说 啊 我从一般程序 我都努力的 我只不过是破不了的意思 那可能也会有的 因为这些地方 门口一定会有闭路电视 我猜的 那我不知道 啊 那所以 这里呢 就是大家继续观察 其实中 英 或者是伦敦 香港之间 那未来怎样看这些事 破案得快不快 其实都是一个迹象来的 好了 从这个又想到第二样东西 大家记不记得 曼城 在曼城曾经试过 有一次就是曼城有些的华人 或者是香港的人士 在那里 那就去中国驻曼城的总领使馆来请愿 那曾经是发生一些磨擦的 那中国呢 就说英国你快点去处理这件事 那当时呢 是有人受伤的 不同的版本 那中国方面的版本就是 这些人呢 冲了进去总领使馆的范围 那所以呢 就是要这个严性处理的 希望英国你抓紧 那另外一个版本呢 就是被人拉进去的 那各种的版本都放出来了 那大家自己看片了 那但是记住 看片都可能各自有自己的那个展辑的 那我重点不是说这里 我重点就是说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很久 英国的处理怎样呢 英国处理似乎到现在都没有人 是因为这件事 是什么 你说有没有影响中英关系 其实是影响的 那英国的处理 你又可以说它依法办事 因为不知道怎么跟随着嘛 所以从这些外交的双边的事件 不要说外交了 双边的事件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最低限度目前中英那个的关系 并未因为旗站明去访华 而有明显的改善 是吧 那从我一开始讲的大背景 就是西方希望尽快搞定了俄乌局势之后 现在是在部署着未来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你说大陆判断 英美还是联手的 还是要压制大陆的 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 人家真的这么想的 问题就是说中国这方面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抗衡 去所谓strike back 反击 是吧 做好自己先 搞好民心先 如果你们连民心都拿不到的 那人家呢 就是一般人来说呢 不支持外国对中国或者香港施加压力的时候 但是也都不会对你现在的治港政策是有好感的 这个很现实 是吧 好了 从这两点之后呢 跟着看第三点 就是 英国每年呢 他英国下议院呢 都有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 那他外交不单止对中国啦 不单止对香港等等 那他这个委员会呢 是有他自己本身对国际问题的判断 然后发表报告 那么 最近一个报告 是涉及台湾的 那结果呢 他那个报告里面怎么写呢 又是刚刚这段时间出来的 在其他名访问北京 这段期间出现的 那里面怎么说 他就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他就举了 国名叫中华民国 那他这么说就是犯大陆之大大忌 是吧 那我现在只是引述他这个报告而已 那他这个说法就是等于台湾过去经常说 台湾需要什么独立 我都不需要独立 因为台湾本身已经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了 是由那时候 1911年 已经是叫中华民国了 那这个呢 大陆就说不是 你这个是已经 你这个 中华民国已经是历史上消失的了 是吧 所以现在 英国下议院的报告又这样出来 而且还有一样的东西 他这样的表述台湾那个地位 即是代表他现在下议院 不是代表英国官方下议院 是认同 而这个表述是第一次 在他那么多以前讲到台湾问题里面 第一次这么说 那他这个说法不是新的 不过是由他们 英国下议院这么说 第一次了 那种种的姿态 摆在一起 大陆那方面当然是说你错 就是英国你错 你这样就是 你怎样去搞好中英关系 那今次这个旗站名去大陆呢 他一外上 但是他中英双方公布的内容呢 就是谈经贸 就是换句话说 大陆希望能够用经贸这一样东西来吸引英国 然后英国你又不要跟美国走得那么远 这个就是老板虎来 是吧 但是英国说 我来跟你谈 不过我又有其他 这个我独立主权国英国的行为来的 而且这个下议院是代表民间而已 不代表我英国政府 外国就是用条块分割法 无铃两可 但是大家都知道 背后有含义的 那大陆呢 因为整个体制呢 是扭一扣的嘛 党即是国 国即是党 是吧 官员即是党员 党员就是官员 那所以 这个这样的体制呢 就令到大陆呢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绑住 没办法很超然地去用现代化政治 来面对不同的挑战 那这个呢 我只是摆出的现实而已 又并没有否定你所说的制度自信 你如果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时候 你就不用出现那么多 这个快餐店外面那一幅墙 戴着两顶黄色工作帽的工人的图案 你都要想办法让它消失啦 是不是 如果你有文化自信的 是不是 好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来说 就开始看到第四点了 同样是这个英国下议院的外交秀务委员 那他每半年有一个关于香港形势的报告 每半年有一次的了嘛 好了 现在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呢 是什么呢 就是卡恩斯 卡恩斯 卡恩斯 那他又是这个香港这个半年报告的主要 他看过OK才由他的命意发表的嘛 是吧 好了 通常一般运作这些不是什么机密 是一般大家意知 或者真是上识 这个报告一定的原始材料是由香港 英国驻港的总领事馆来写的嘛 或者提供嘛 是吧 然后发到那边就按照英国 他那边的立场 他那边的议员 整个国会的立场 看过了才出来的嘛 是吧 那所以这个报告 最新那期 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怎会猜到他怎么写呢 但是我很多人都猜 他一定将最近的一些事件 譬如我讲过黄店 存在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 你忽然间说人家可能涉及港独 所谓黑暴等等 那这些事件在英国方面一定无限扩大 这个就是说 从政治意味的意识形态斗争 扩大到一般民生的常识 不是意识 是常识来的嘛 你怎样搞得这么大镇像呢 那接着呢 近期的一些其他事例 比如说 这个公务员的开除那个制度 跟当年英国那些呢 港英政府年代呢 现在紧很多啊 那就是说 不用像以前那么长 即是说 对公务员的控制 或者那个施加压力就大了啊 是吧 那你说过去的半年 这些是不是英国的好话题呢 是吧 那跟着呢 就说 跟建制了 或者就是官方 不是立法会 不是啦 跟着 对区议会那个 参选那个的资格 你又会有现在这么多的所谓改革 那这些是不是英国最好的材料呢 写这些报告 那当然 你说 中国 港府等等 我不怕你 因为你英国你已经是 不是日不落国了 你已经是日博西山了 我不理你这样 好啊 你可以是这样的啊 因为政治只是讲实力而已 从英国那方面来说 单一国家 没有办法现在跟大陆那方面是这样的 不过 我经常说 我的重点是两点 第一 我不理究竟英国现在已经是一尘八彩 碎到贴地也好 怎么也好 重点是应该拿香港的民心啊 是吧 你怎样可以说 哇 中英斗争 然后赞扁香港人 你不要再戀直啊 我说香港人现在 还有多少个戀直呢 是吧 所以这个呢 你是将很多东西扭起来 然后就借外打内 这个才是没有了外国因素 而香港人自己感觉到 你对香港人很 怎么说 压力大嘛 是吧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 你说 希望对英国好点啦 你其他人来到 我就找韩正来见你 跟着又跟你谈经贸 我就希望跟这个英美又分开 中国集中精力去对付美国 这样 这个我都说 证实了很多年 是不合理的嘛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再扩大一些来看 你就看这个西方阵营 资本主义世界 跟现在还有社会主义表面现象的三个国家 中国俄罗斯和北韩 你即使这三个走在一起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你怎么跟外国现在普遍联盟的力量对比呢 当然中国现在肯定这么说 经济上的联盟 抛开意识形态 你看到中国最近 哇 这个金砖五角又扩大了 希望能够扩大到来 因为按GDP的计算 是有办法可以等同的 不过 我都说了 现在世界不是单单计GDP的嘛 你还要计GDP里面那个含金量的嘛 现在中国扩大那些都不是高科技发展的国家 所以这个不详细说了 我只不过是说 如果你是想着用这个分化的政策 对美 英国有一点点甜头 你是绝对达不到拿到香港民心的作用 更加达不到分化英美的角度 是不是? 所以去到这个过程 我只是说 将最近英国外相访华 英国自己本身的下议院的报告等等 然后归纳再放在国际大环境里面 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就是说 如果俄污的局势稳定了 俄罗斯退缩了 你吃不到你就要吐出来 好了 那边的局势之后 中英 中美 中国和西方 现在未来的各自的合纵联环 各自的部署 透过这些迹象 是预示着未来怎样呢? 只能够说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的话 只有继续自己捱下去 还拖着很多老百姓的利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来说 到了最后 你都猛地说 哇 要团结就团结了 大家的心想团结 但是行动上面 你叫大家怎样团结呢?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存在挑起仇恨 不存在挑起不满情绪 是不是? 所以这些我们只能够说完之后 看官方怎样做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和大家交流到这里 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拜拜